2021年百年大变局 中国教育正在走德国化路线 能否推翻掉老百姓身上教育这座大山 穷人家的孩子日后会有出头之日吗 用数据说话看事实真相 上期节目当中我有讲到中国百年大变局 正在走德国化教育路线 那很多网友就说了 这德国化的教育路线到底是什么路线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另外我们再分析一下 走德国化教育路线以后 我国到底还能不能推翻掉老百姓身上教育这座大山 我们先来看看国内教育的现状 我国现在的教育内卷化现象是非常严重 普天之下都是大学生 但是大学生的含金量却是每框愈下 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就已经高达到909万人之多 但是去年应届生就职率就仅为63.7% 大学生从众人羡慕到市场的无人问津 这个变化确实有点尴尬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那就是我国以往在选拔人才之上 为了公平公正高效只能统一标准 通过高考这一条路来选拔人才 所以家长们为了能够让孩子实现一朝估缝民运中的梦想 十年寒窗苦便成为了所有孩子的漫长之路 那结果大家都挤在了这一条路上 即使成绩不好 他们也要通过校外培训 勤奋苦读把成绩给搞上去 那正所谓悬梁刺骨是早必偷光 那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上的大学生是非常之多 但是很多大学生本身就不喜欢这样学术类的工作 那往往都是被动在学习 所以即使他们大学毕业以后 他们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读书无用论 再者每个孩子的特长 兴趣爱好都不尽相同 有些孩子很聪明 但是就是不爱学习 那这样也会导致这些有天赋很聪颖的孩子 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被社会选拔出来 从而重点培养 那最后只能是既埋没了人才 又浪费了家长的钱财 最主要的还蹉跎了孩子的宝贵时间 我国教育一条路线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由于他们不喜欢学术类的工作 最后国家还用不了 而那些有天赋很聪颖的孩子 由于天生就不喜欢学习 那结果又不会被社会所发现 这样既埋没了大量的人才 又浪费了社会大量的资源 我们再来看看德国教育的情况 德国是实行双原制教育的国家 就是技术类的教育和学术类的教育变形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德国的制造业会这么发达的原因了 像西门子 奔驰 宝马 奥迪 阿迪达斯 等等 一些国际品牌都是来自于德国 而德国人口却不到1亿人 那德国制造业的发达 这和他们的教育体系当然是分不开的 德国双原制教育的核心点 第一 多元化培养人才 德国通过义务教育以后 把不符合学术要求的学生分离出来 然后再根据其具体的能力和特长 进行技术类的教育 并通过校企挂钩的合作方式 学生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那这种 视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式的教学方式 以及多渠道的培养人才的路线 让很多不喜欢学术类工作的学生 也能够快速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那从而持续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 第二 教育双向选择 校企挂钩的方式 并不代表着学生毕业以后 就一定会选择这家企业 那这家企业就一定会录用这个学生 学生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只是双方初步的协定 那通过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表现 大家还有相互增强了解的过程 那只有等到学生真正的毕业以后 大家才知道彼此合不合适 那这样也更增强了人体之间双向选择的灵活性 还有就是学术类人才和技术类人才 如果符合要求彼此之间还可以进行相互的切换 这也增加了学生后期的多项选择性 德国这种双元化教育不但能够带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 还能够让社会收入平均化 虽然说德国谈不上财富平均化 但是大家的收入差距却并不是很大 那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实行的双元化教育的结果 那些提前进行技术类学习的学生 他们可以接受到更加专业性的技能培训 那通过校企合作的合作方式定向培养技术类的人才 那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 由于他们的专业性技能性和实操性会更强 那他们的工资并不会比学术类的工资低 那而且由于他们都会提前进入到社会当中去就业 那这样也会平均化德国人们的收入水平 以上就是德国双元化教育的核心点 以及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好处 2021年我国也在大力的改制教育体系 取消校外培训机构 鼓励职业技能培训 选拔人才多步走 让那些真正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去搞学术研究 而让那些有一定特长 却并不喜欢学术学习的学生去参加技能培训 从这方面来看 我国还确实在走德国化教育的路线 那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那未来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强国 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 那这样后期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和需求必不可少 而教育改制正是我们走出去的第一步 我国教育改制至于能否推翻掉老百姓身上教育这座大山 最后我想说的是未来的教育会因人而异 读书有出路 不读书未必就没有出路 那穷人家的孩子迎来了更多的机会 其次在教育的这条路上 对待老百姓而言会更加的公平公正 那未来教育是以选人为主 而不是以选家庭和选背景为主 再者在教育的这条路上 我们不会再过度的内卷化 家长学费很贵 孩子很累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 那这样既能减轻父母在教育上的压力 又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学以致用 老百姓身上教育的这座大山 在未来不久将会被移平 那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